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是我 刘盈 你果然打来了 我还担心 你会不会没时间 我这已经是晚上了 空气能见度高 能看见很多星星 就是晚风有点大 能听到吗 呼呼的 我本想去开阔的地方转转 但气温真的太低了 即使隔着庄稼 都有点 结果什么也没干成 发了一整天呆 你呢 今天在忙什么 哦 辛苦啦 哇 好久没休息了 能像这样松弛的闲聊 真好呀 说起来 你知道脾气最好的季节是哪个吗 答案是夏天哦 因为不管对她说什么 她都会回答 知了知了 好像更冷了 没事 但是 下次我一定能想到更有意思的 我在银河中 找到了一颗蓝色的星球 现在刚好是夏天 我想 那里或许很适合旅行 你有兴趣吗 其实 我还准备了一份礼物 不过可能会和你想得不太一样 你知道 我不能在外面待太久 很多事情 只能通过特别的手段完成 但它们并不都是虚构的 就像匹诺康尼 对吧 嗯 具体是什么 求让我卖个小小的关子吧 那到时候见 拜拜 拜拜 啊 不想挂吗 那 陪我一起数星星吧 一颗 两颗 三颗 四颗 五颗 六颗 七颗 八颗 九颗 十颗 十一颗 十二颗 十三颗 十四颗 十五颗 十六颗 十七颗 十八颗 十九颗 二十颗 十五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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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五颗